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照肝胆超声报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报告回来 胆石就没有了 不过胆囊里面有些蜥蜴 很多人就担心蜥蜴代表什么呢? 会不会像抢蜥蜴那样 最终都会变成癌症呢? 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件事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蜥蜴 蜥蜴正式的定义 就是说在我们身体的黏膜上 生出来的一件事就叫蜥蜴 那黏膜是什么? 黏膜就是那些 比如眼睛、鼻里面那些 或者口腔里面那些地方就是黏膜 那就是说它有些滑滑滑 有些水、液体分泌的地方 通常就是黏膜 那肠内壁就是一种黏膜 那肠里面的内壁生了一件事 就是蜥蜴 那同样呢 比如有些人有鼻敏感 那鼻里面的黏膜 里面生了一件事 又是叫做被蜥蜴 那胆囊里面的蜥蜴是一样的 就是说胆的内膜里面 就生了一件事 那就为之蜥蜴了 那我们看看蜥蜴 照超声波的时候 那时候的样子是怎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中间有个黑色的东西 那其实那个就是胆囊的 橫切面 那里面呢 就是内壁里面 有个灰灰的色的影 就是红色的蜴蜴 指着那里面 那一粒就是蜥蜴 那就是说胆里面的内膜 就是黏膜 黏膜上膏 就生了一件东西 那那个呢 就是定义上 那我们就叫它蜥蜴 就是这么简单 要了解蜥蜴有几大风险 变成癌症 那我们要知道 蜥蜴那些东西里面 是什么来的 那其实呢 大部分这些胆囊里面的蜥蜴 都是一些的胆固醇的积序 那为什么有胆固醇呢 其实就是说肝 就会製造一些胆固醇出来 那肝里面的胆固醇呢 就会经肝里面 这些很幼小很小的胆固 就积序了一条大一点的胆固 就分泌出来 落到胆那里储存住 那胆固醇 胆固醇嘛 就是说在胆里面 会找到很多的 那就是说胆固里面 就有很多胆固醇的 这些胆固醇呢 如果胆固醇呢 如果浓度高 那慢慢呢 它就会积序在一起 在胆的练膜上高 就会形成一件东西 那你照出来 就好像有一件东西 胆固醇醇是最常见的 那第二常见是什么呢 第二常见呢 其实就是一些 譬如说有些人的胆固 经常都发炎 重复重复发炎 那通常这些人就有胆石 所以才会胆固发炎 那如果胆固 重复重复发炎呢 那胆固内壁 就是说黏膜上高 就有一些痘 那些痘痘呢 越绎越厚 慢慢呢 就变成好像一块东西 就凸了出来 那照下去呢 那看上去呢 看上去又是看上去像胆蜥肉 那样了 那这两样东西呢 其实最主要的 大部分呢 你照出来的胆蜥肉呢 要么就是胆固醇 积聚 要么就是胆固醇 那里呢 那里重复发炎呢 那就变成了一块东西 那些痘痘 那大家要知道这两样东西 它变成癌症的机会呢 是零 那这些呢 就跟癌症呢 就完全丰马牛不相及 这些东西呢 就算在这里多久呢 都不会变成癌症的 这些东西呢 有一部分呢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这些呢 就不是常见的 那但是呢 就是都要小心 那另一个 会形成这个胆蜥肉的原因呢 就是那些胆的内膜的细胞呢 就生多了 就是说有些细胞增生 那就是细胞素量呢 就多了 譬如说 在一个地方 那些膜里面呢 应该有100个细胞而已 那现在呢 可能有500个 1000个 那样的 就是说细胞的素量呢 就增加了 那这些呢 如果它增加的量不是太多 其实都还是良性的 不过呢 因为细胞多了 它就变成了一块东西 这样生多了出来 你照下去呢 那就是又有个细胞 那这样了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胆囊 里面有癌症 那这些呢 有个细胞增生呢 就会 就是不受控 那比如说 原本应该有100个细胞 那样计 那现在呢 就可能有 就是 就是10万个细胞 那但是这些呢 就在于少数 那好了 我照了回来呢 那说 是个胆囊里面 有细胞 那 那怎样才害怕呢 那因为大部分都是胆固醇积聚啊 或者呢 拉积聚在一起 其实呢 大部分都不是很害怕的 那通常最害怕的呢 就是一些 就是比如说 它生的速度很快 就是比如说 它变大得很快 那或者呢 它的size 就比较大一些的 那你就要害怕呢 它有机会呢 就会 变成cancer了 那一般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说 如果那构肢肉呢 size 是大过1cm的 那大过1cm的话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 那些量性的那些 那些肢肉的话 一般都size 不大 那如果它说 超过1cm的话 那或者它生得很快呢 那你就不禁要想呢 那会不会真的变成cancer 那通常会怎么做呢 那一般的医生都会建议呢 做一个预防性的胆囊切除 那因为如果你切除了它呢 那就一路永逸啦 那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胆囊有cancer的话 没有什么病征的 那因为如果它真的 你有得它呢 那它如果一路生的cancer 那些cancer呢 就是未必说很严重的 就是说比如说 到第二期的胆囊cancer呢 那五年的存活率呢 就只剩一半的 就是说十个人有胆囊cancer 五年之后呢 就剩一半人呢 就剩一半人呢 那这样就有那么危险的 那所以呢 就如果你及早 能够把它弄走呢 那就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就一般如果胆囊色育 超过一cm的话呢 那很多时候医生都会见你了 不如就移走了个胆囊 那就比较 不会说有什么问题了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那就多谢大家收看 那我新书的销量都挺好的 现在都要印到第七版了 那里面呢 有很多好像这条片那样的 很简单又有用的医学资讯 买好一本呢 又去开门口都好的 那如果未买的话呢 可以去三中箱啦 成品天地图书都有得买 也都可以去Hong Kong TV Mall的网站订购 那另外如果你想支持我 继续拍多些 这些很有用的医学影片 那也可以透过这条影片下面的 超级感谢功能呢 表达你的支持的 那多谢大家先留言 点赞还没订阅的朋友呢 记得按个订阅锁 按个钟仔先走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